本期省流 奥迪狗无线录音设备 一根线不用连 手机直接打开 录完了声音和音频 自动就是对好的 音频就是这里面的高质量音频 可以调大小随便折腾 成品视频可以直接上传网络 没有任何其他设备参与 全程不需要连一根线 缺点是不能直播 不能演出 录伴奏之后要手动对齐一下 只能苹果手机 国内展示没有代理 没有做3C认证 所以不能在国内销售 省流完毕 这是一个奥迪狗 这是两个奥迪狗 那么什么是奥迪狗呢 它就是一个无线话筒 只是它身上有一个黑科技 黑科技是一根线都不用连 点开手机 打开软件 直接录制视频 视频录制完成之后 音频直接就使用的是 这个话筒录制出来的 高品质的声音 并且你还可以进行后期 调节大小 空间音频 靠前靠后 各种效果器 随便添加 完事之后 直接就可以发布到网络上去 几乎是五统操作 全程一根线都不用连 全程不需要任何电脑 不需要任何其他设备 明镜需要吗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不多两个月前 我一个博克力的朋友来给我打了电话 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在制造一个这样的产品 他很感兴趣 问我有没有兴趣拍一期视频 我说没问题 可以 那我这朋友当时第一时间就加入了预购这个队伍 3月15号从美国寄给我 我大概三四天前收到的 用了这么几天 所以赶紧给大家来做这么一个视频 这个东西国内我应该是第一批拿到的人之一 它有不同的套餐 你可以买一个买两个买四个买五个都可以 我这朋友来他买了两个的双个的套餐 这是一个话筒 这个话筒可以录制乐器 不光可以录制架子鼓 他可以录制吉他 可以录制贝斯 可以录制人唱歌 管乐 耗都没问题 它的好处就是 它一根线都不用连 不需要连任何一根线 手机打开 用它专门的这个软件一点开 不需要设置任何什么连接什么书密码都不用 只需要点开这个软件 点一下录像 自动的这个里面录到的声音会同步到这个视频里面 你视频录完了一点停止 直接就可以发布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可以说是现在最方便快捷的录音解决方案之一 尤其是录制乐器就显得特别特别方便 因为它一根线都不用连 没有任何学习成本 开机这边开开 就一开始对码什么都没必要 开机开开 这上面自动就识别了 点一下连接就开始录了 只有第一次需要点那个连接 之后连那个连接都不用点 就它自动就配上了 你开几只 它就配上几只 你开两只 它两只自动配上 开一只 它就配上一只 全部录完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声音大了 可以关小 如果你声音小了 你可以开大 你声音朝左朝右都可以 就是说 还可以有事后补 就万一你录的时候 录小了 可以开大 录大了 可以关小 录爆了 抱歉 那就管不了了 但是基本上不会 因为这个软件 它自带一个监控 如果你声音爆了 它自动就红掉了 你看红了 你就拉回来就完了 这都是可以调节的 录制过程当中 不需要任何电脑参与 不需要有任何其他设备 一根线都不用连 就一台手机 一台这个就完事了 录制完成之后 在手机上 它自己的这个软件里面 就可以进行混音 调音 增加效果 把这个声响调左 调右 这些设置都可以 并且有的人 比如说你要唱一个伴奏 要录制一个音乐 伴奏只要你提前 存在手机里面了 录出来的就是 连伴奏带架子鼓 或者连伴奏带吉他 一套活 一次就成型 什么都不用再管 然后事后还可以 单独调节 伴奏的音量大小 和你录制架子鼓的 音量大小 都可以单独调节 听到这里 大家肯定会觉得 这难道不是 梦幻般的产品吗 这不就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摒弃录音师 是吧 干掉录音师 就在今天 所有录音师下岗 就在今晚 但是抱歉 我只能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这个产品 依旧还是有缺点 那么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使用这几天之后 发现这个产品的缺点 或者说它的 不适合我的地方 第一 这个产品不能直播 第二 这个产品不能演出 演出用不了 直播用不了 它只能拿来录音 也就是说 只能录制视频用 单独录音可以 同时录音又录视频 也可以 没问题 但是不能直播 也不可以演出用 这就是第一大的痛点了 大部分人购买这种录音设备 它都有直播的需求 但这个东西完全直播不了 这个直播不了 是软件层面的 由于它自己这个软件 是个封闭型的软件 它跟外面的软件不沟通 所以你如果想在 什么平台上直播 你需要那个平台 能够跟这个公司取得联系 并且这个平台 要跟这个公司有合作关系 最后在这个平台里面开放 这个话筒的功能 才能让你等它直播 是个技术上的事 实际实现肯定是不难的 但没有办法演出 这个就是它本身的一个硬伤 这个东西的传输 是靠蓝牙传输 蓝牙这种协议传输 就有比较大的延时 如果你拿去演出 就会导致画面和声音 严重的不同步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演出 也没有办法直播 这两点你耐不耐得住 你要先问问自己 然后来到第三点 这个东西 因为是非常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暂时并没有在国内销售 大家可以看 这个东西是没有3C认证的 在国内销售的电子产品 必须要有3C认证 这个东西还没有3C 也就证明 它在国内暂时是不允许销售的 所以各位也就没有必要问我去哪里买 在哪卖 没有卖的这个东西 暂时它还不允许在中国销售 所以为什么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这不是一期广告 因为这个东西我替它广告了也没用 根本就还卖不了 所以白扯 多少钱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东西连上运费 连上税金 一共折下来人民币差不多2600块钱一个 所以这两个就5000多块钱 就这么个价格 接下来说第三个缺点 第三个缺点就是我刚刚说了 如果你想录制一个视频 它一根线都不用连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这里面都有但是 如果你想录制一个音乐 就是你想跟一个伴奏打鼓的话 那么除了你把话筒织好 手机织起来对吧 你肯定在架子前面 那么这个东西距离 你就有一段距离了 你这个时候可以再连一副蓝牙耳机 连到你的手机上 用蓝牙耳机听这个伴奏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你用蓝牙耳机听这个伴奏演奏 它可以同时连接很多个蓝牙设备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等你录制好了以后 你需要手动的把这个音乐 和你演奏的架子鼓对齐 因为它天然是对不起的 蓝牙这个东西录进去是一个时间 你蓝牙耳机到你耳朵里 你听见又是另外一个时间 等于录出来天然就是错开的 你需要人工的再把它对齐在一起 这个东西不算特别难 但有点烦 是个小技术活 你如果完全不想对起来了 可以接一根线 就是用有线的耳机延长线连到这里 那么你录下来就是对齐的 天然它就是对在一起的 这两种方法你任选一种 所以你说完全一根线也不用连 那不是 它还是需要连一根线 但如果你真的一根线都不想连 你后期稍微调整一下 你总有一个要有麻烦一点的地方 不能达到完全傻瓜式的 就是蓝牙耳机连这里面自动就给你对齐了 还没那么先进 最后一个缺点 就是大家在开始的时候 不是听了一下我拿这个录制的视频和音频吗 那么你听起来效果还可以 对不对 但我下面也写了 经过后期处理 如果你完全不后期处理 这上面的效果器你也不用 任何效果都不开 任何调试都没有 在音频大小都正确的情况下 大家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听听看 它很真实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好听 你需要有一定的后期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说看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如果你想达到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音色效果 还是要在这上面啄啄点点 美颜什么的都还得再加上去一点 不是说直接录出来 它就带好美颜的 就是EAD十种设备了 它天然出厂就带美颜的 因为它的那个脚鼓触发器是一半电鼓的声音 一半真鼓的声音 你听到大半那个脚鼓都是电鼓的声音 但这个因为是话筒 它不是触发器 它只会把天然的声音录下来 然后再在这个手机上进行后期 这个是你需要思考的 也就是它在后期方面有一定的学习成本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你完全什么都不想弄 你是一个不太善于这方面操作的人 这个出来的结果就会是一个非常普通 不爆炸很真实的一个声音 还有一点忘了说了 这个设备暂时只支持苹果电话 其他设备一概不支持 只有苹果手机能用它这个软件 并且它这个软件在国区的账号是搜不到的 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国内开始销售 所以国区自然也就没有他们的软件 你得出国留学才能拿到他们这个软件 那我们为什么还聊一聊这个事情 我是想说我在这个公司设计的这个产品上 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思路 这个产品总的来说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虽然我说了它一大堆缺点 但是我必须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才是未来产品的一个方向 就是现在的这个产品思路 一定要往这个思路上去做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我曾经给电谷厂家提过一个思路 就是电谷你现在不要再跟大家吹牛 说你做的如何像真谷 我们不在乎 第一全无线能不能做到 第二在无线的同时 手机直接开发一个软件 直接一按录音 你电谷那个音色就录进去了 然后甚至你录完了以后 在这个手机上 你录好的视频里面 可以直接切换电谷音色 可以直接调节伴奏大小 蓝牙耳机直接伴奏就听上了 甚至这上面连对齐都能给你 人工智能给你对齐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产品 而不是天天跟你扯什么 我又50个触点 40级触发 然后我们这个就更像真谷 我不care I don't fucking care 我就这么回事 这个的产品设计思路极棒 我给大家看一个很小的地方 这个是他随机子送来的话筒底座 就这小块 你可以安装在任何话筒支架上 等安装上去以后 他这个话筒你要用的时候 往上一放 然后就可以用了 然后你不用了 要拿下来充电 拿下来充电 调节好角度以后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角度 往上一放 它自动就磁吸好了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科技含量 但是人家坐的就感觉让你非常舒服 你用起来 你会感觉它是为你着想的 你看一拿下来就完了 调好角度 一扣上去 而且扣上去以后随便你折腾 你就在哪怕你表演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都不会有任何掉落 倒过来什么都没问题 两个它就会自动组成立体声 四个五个 它会让你自己选择 哪两个做overhead 判左右 哪些是放来中间 不要判左右 如果你是一个乐队 甚至可以模拟你整个乐队站位 都没问题 你听到耳机的声音 就是模仿你观众视角的乐队站位 或者你以乐队视角 这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最重要是它在软件开发层面 你感觉得到是用了很多心思的 几乎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 基本上从摆好话筒 到最后录制 不会超过五次操作 就是三到五次操作 基本上就行了 如果你就只是录制 你自己的这一个乐器 不用调整音量大小 你每次都打这一套鼓 那么音量就固定 这样的话 甚至三次操作 就是点开 新建一个文件 视频 录就完了 就开工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就简单到这个程度 这就是咱们在设计上 需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 它这种思维就典型的是把传统音频 以一种互联网思维 在制作新的产品 你非要说这个东西 有多高的高科技 真谈不上 没有任何科技 是什么新的高科技 人家设计的时候 肯定就不是为了严肃创作设计 你说今天柏林交响爱乐乐团 要录音 我拿这两个去给人家录音 这是荒唐的 但就是我们正常演奏一个架子鼓的话 或者演奏一个大机型 街上弹唱一下 录制几个小视频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合适 而且据我看他们官网上的推广 他们最主要的客人 就是吉他手 加一个歌手这样的配置 吉他手这边架在这儿 冲上他的吉他 歌手这边拿一小把 攥着 然后这边直接唱歌了 因为他唱完歌 直接里面加加混响 加加岩石压缩 就直接就出了 这个片就出片了 都不是说出一个音频 直接连片就给你出好了 这是非常方便的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这样的产品是非常非常拥有 未来的潜力的 而且我在这里大胆的预测一下 这个产品一旦现在开始问世了 咱们国内的各个同类型竞品的品牌方 也会马上投入研制之中 研究之中 最后出来的产品 除了能具有它现在这些功能以外 肯定第一要解决的 就是能不能直播这个痛点 你要是不能直播 你别的扯什么都白扯 它第一步只要你能直播上了 能解决巨大的问题 你说真的拿这种话筒出去演出的人 我不觉得有多少 但这个东西要拿来直播的人 那多了去了 对于一个鼓手来说 如果说他弄好了 那这两个话筒 一个收架子鼓的声音 一个收我说话的声音 直播起来了以后 手机上弄个开关 说话的时候 这个话筒自动就关了 然后打鼓的时候 这个话筒自动就关了 非常方便 那么以上呢 差不多就是关于这个奥迪狗的 我使用了这两三天的一个使用体验 分享给大家 由于我拿到时间不长来 可能有很多更深入的功能 我还没有发掘出来 再一个 由于我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我这就一个很旧的iPhone6 所以更多富贵的功能来 我在等着我身边哪个朋友来了 他刚好用高等级的苹果手机了 我把软件装上在上面再试一试 如果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回头我们再给大家再出一期视频 都没问题的 那么这个小设备 如果鼓手拿来录鼓的话 你摆在不同的位置 就完全是不同的音色 我这里来录制了不同的场景 供大家参考 其中只用一只话筒的 录制了EAD10这个位置 不同的朝向 朝上朝下朝中 那么 头顶这个位置 一只话筒的 侧后一只话筒的 并且还录制了 这两只话筒配上对的 两只做overhead 当然我摆侧后了 一只头顶 一只前方的 都录制了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往上一滑 还是一样 老规矩 就是这些的视听的视频了 那么关于这个小产品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 大家共同探讨 不要问我去哪里买 我也不做代购 我也不做广告 这个东西 现在就暂时没有卖的 大家请各自捂好自己的钱包 也就是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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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